開始了嗎 開始了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下午安 大家透過螢幕當中啊 是不是有聞到一些味道 不好意思 螢幕不能傳達味道對吧 這台車的車友啊 是今天早上才叫車的 所以下午的話 昨天就跟我們好像前幾天吧 就跟我們預約是今天下午要立刻來安裝 那這款車其實在我們KT的北區經銷商 就有實際的奧德賽 可以提供給奧德賽的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這台車在北部的話 我們算是銷售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那當然也還感謝車友們那麼的捧場 還有那個現在也是經理的好朋友 道遠的林道遠 藝人林道遠 那自己的話也是開這台車 前陣子的話也有跟我們一起來 拍個影片 所以算是曝光的效果不錯 那當然回歸到最本位的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KT的產品 是要受到車友們覺得認同 那才有更多服務車友的機會 那這台車的里程數 因為早上才交車 所以大概不到百公里 我們可以看到鏡頭當中這個 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啊才開不到一百公里 所以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都是新的 那這台車的前面懸吊系統 一樣是賣化成的部分 那它的原廠避震器 就已經是歐洲大廠Sachis代工的 所以這個應該也介紹過不少遍的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啊 是這台車的後面的彈簧 它有分正旋跟逆旋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其實在Honda車系很早以前 就已經有類似這樣的做法 那到了去年的Focus的四代 才開始把這個 這個樣的設計呢做一個介紹 但是改裝KT之後啊 它就不需要分正旋跟逆旋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 有兩個重點 這個影片會提供給技師來當參考 因為車友的話 我們沒有再安裝 車友的話大部分享受安裝之後的駕駛樂趣嘛 那在技師安裝的時候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彈簧的部分 它的正旋跟逆旋 在改裝之後就沒有區分了 所以在有一邊的橡皮呢 會合得比較緊一點 那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部分是 這裡的原廠的上部 這裡有一坨的零件 這些零件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但是因為它原廠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零件跟原廠的軸心 算是一個小小的緊配 所以這個零件要拔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難拆取 所以這個零件只要拆取出來 就掛在KT的後邊的上部結構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它後面的阻尼 這個阻尼啊 如果我們來拉阻尼測試機 Dino的話一定非常準 因為它才使用了不到100公里 所以這個幾乎都是新品 也不是幾乎啦 是一定是新品的一個阻尼 但是這一款車 通常車友們會改裝避震器的訴求啊 跟一般的休旅車其實一樣的 就是後座的乘客會覺得特別特別的晃 因為它的懸吊系統是做得很舒適 所以改裝之後的感覺就會比較接近 歐系車的一個底盤的設計 所以操控起來會比較理想 那車高的話經理會建議車友們 還是略微降低 因為這台車其實的車高啊 就跟一般轎車一樣是比較低矮的 但是如果能夠再降低的話 有兩個好處啦 第一個就是視覺上看起來的感覺呢 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第二個是重心在稍微降低之後 整體的操控感覺會更為理想 當然我們可以在路上看到一般的跑車啊 它都是非常低矮的 所以車高的重低呢 會影響到操控性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KT除了可以改裝之後 會高低可以改變 軟硬度的阻尼調整 看到一隻壁虎 所以軟硬度的話也都能調整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介紹這一邊 好這個車真的都是超新的 都是新車 這個是後方 剛剛經理有介紹到的 這個後上方的這個機構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 它既也不算上座啦 它是上座跟橡皮 整合在一起的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的話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好 那後方的調整機構 是在彈簧的上部 這一條彈簧我們是配 大概不到8公斤 7到8公斤左右 後方的桶身它的阻尼 做的比較長一點 大概有175mm左右 它的行程做的比較長 因為它後方其實算是一個 拖曳幣的系統 那HONDA的車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是 它原來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都有考慮到 後續維修的便利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 原廠它有開了一個 這裡有一個試蓋 我手有一點髒 怕弄髒 這個試蓋 是蓋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試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後面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這裡 就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的話 就是來調整阻尼的 那調整的方式 如果這個是懸空的時候會空轉 所以一定要需要把它壓到底 再來做調整 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 可以來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它調整的時候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記得 軟硬度 左邊跟右邊一定是要對稱的 好 那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這個是前面的彈簧 這台車像 早上沒有開直播 這台休旅車的話 我們 早上有一台 慘了 忙到都忘記 CIA V2代 早上的CIA V2代 一樣跟這個車一樣 其實都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前面的彈簧 都是配置這一條 200長7公斤 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所以像這樣飛紫捲式的彈簧 它在作動的時候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個是 它彈簧的行程也會比較長 這是200長7公斤 那這台車有一些專用的零件 譬如說在下座的部分 有油管的固定架 有ABS感應線的位置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但這個離載串需要改短的 這個需要改成短的離載串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話 KT會附一個新品 然後它前面上座的部分 突然是開了一個小維修孔 可是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飾板把它拆開 才拆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那在上座的中間 有一顆旋鈕 這裡的話就是在調整主你用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會稍微做得比較簡短一點點 因為奧德賽在我們直播算是一個常客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參考看看我們其他的影片 譬如說用料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細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台車記得喔 我們在北區的經銷商 有實車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就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小編就會告訴你聯繫的方式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